新轮严打奖励举报与达赖喇嘛有关新闻,中共当局开展新一轮严打行动奖励举报,与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有关的新闻报道引发国际舆论关注西藏之声12月4日,引述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组织表示,中共当局不断加剧对西藏的镇压和全面监视,目前更以金钱奖励诱导民众互相举报。 只会进一步加深当地紧张局势,破坏藏人间的相互信任,中共当局近期在西藏发布,扫黄打非工作举报奖励办法所谓的非法内容包括了阅读,收听甚至谈论与达赖喇嘛有关的国际新闻报道,而若将相关行为向当局举报,便可获得高额奖金。 国际声援西藏运动指出,中共当局的新一轮举报奖励措施同样在试图怂恿恿所有公民充当其安全工具,这使得藏人的日常生活和普通宗教活动,都可能被怪异非法或反动思想,狭隘民族主义思想的罪名。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